說的21個單元進來 只有3個單元夜間施工 17個單 18個單元任由他白天去做 所以台中市政府 如果說林佳龍市長 知道這樣的狀況的話 他怎麼會知道 台中市政府的官員沒有責任呢 他的交通局有責任 他的交通大隊有責任 甚至於他的環保局 可能都有一些責任 在裡面供應處也有責任